嗨,大家好,我是趙陽 今天這一集 應這個網友的要求 來解說一下 這個如何拍這個 120p的這個 升格慢動作 那當然是指這個 微單相機 無反相機 這個 的機器 來做解說 當你的這個 機器 譬如說是 我使用的Sony Aα 又A6400 它本身 有4K沒有錯 可是它並沒有 4K120p的選項 這個功能 或者是說 4K60p這個功能 它只能夠拍攝4K30p 或者是4K24p 那在Sony的 A6400選項裡面 在這個 24p Super 35mini 這個選項 它是一個超彩的 超彩量的一個選項 那如果說你要拍攝慢動作的話 這個畫質也是必須要注重的 不然的話放慢之後 這個畫質不夠清晰不夠銳利 這也是個困擾 那當然在網路上 我們市場可以看到 有所謂這些 YouTuber的大神 他們拍出來的這個慢動作 都非常的不錯 又清楚又濕滑 那在我們在這個 如果說你手上有全畫幅的相機 那當然 也有這個4K120p 那當然 就直接採用這個 來去拍攝 那 抑或是你有4K60p這個選項 那當然也沒有問題 那我們今天著重討論的是 在沒有4K120p或4K60p的選項之下 只有4K30p要如何來拍攝成120p 升格慢動作 今天主要的解說是針對這個問題 那當然首先聲明 我的專業並不是拍攝影片 或者是拍攝照片 我的本頁是寫程式 那當然我也開過軟體公司 賣過電腦 那我的本頁並不是在這個區塊 那我們首先在拍攝影片的時候 跟拍攝照片不太一樣的是 照片 快門 光圈 跟ISO 三折都可以 都可以互相調節 而去取得這個曝光的 這個準確度 那在拍攝影片的時候 就有一點麻煩了 那變成說 譬如說我們拍24p 24格 或者是30格 那我們一定要遵循這個 所謂這個快門180度的法則 那所謂180度快門法則 各位也可以去Google參考一下 那它是舊式的那種攝影機 剛好用轉的 那剛好轉到一半就是所謂的 你的格數幀數 你要你的快門就要兩倍 那這樣拍攝起來 連續動態的模糊 才會比較自然 不然就會像 吊針或者是停格這樣 會有錯影 殘影的現象會產生 或者是模糊 那我們首先 可以確認的一點是 第一個 你的鏡頭 一定要找 不一定要很好 可是一定要 找到這個最 最適合的廣泉素 就是所謂 沒有變焦的話 要找到它的光纖數 或者是說 你變焦的焦段 是你最好畫質來拍攝 那第二個 我們就要選擇的是這個 快門的速度 既然快門速度已經被限制住了 那用30p或24p 如何去模擬成120p 那就是把快門調快 那譬如說是30p的話 那我們理論上來講 180度法則就是要兩倍 就是60分之一秒 那因為我們要模擬成 4倍的慢動作 30p 4倍的慢動作 那所以我們的快門 就要調成是120分之一秒 那我這一台A6400 它沒有120分之一秒 所以它的選項只有快門 只有125分之一秒 這樣也可以拍攝 那如果是拍24p 超彩的呢 那它的快門 180度就是50分之一秒 因為它沒有48分之一秒 那相同的4倍的話 再往上再加一倍上去 那就是1百分之一秒 那這樣在後期 我們藉由這個 Final Cut的這種 剪接後製的軟體 那我們把它調速的時候 那配合起來 那就可以模擬成 原生的 124K的120p 當然它不是完全沒有問題 或是說很完美的解決 那隨後而來的 那我們就要等一下上影片 來解說 好接下來 我們上到這個Final Cut 那我現在時間軸這邊 通常都已經打開了 那首先我們可以看到 第一段我們選取之後 可以看到這個是有24p 超彩的 那把它用Final Cut的 後製模擬成這個 100p的 那這個快門的速度是 1%秒 那各位可以看看效果 那速度是調成這個24p的20% 那模擬成100 當然也可以調成是25% 那其實它的差距不大 各位可以往後看 就知道了 那接下來這一段 這個就是 我們把它調成是 這個25%的速度 那 這裡有一個重點是 我們在 在畫面上 如果你選取這個 到底要怎麼調呢 那你可以 按左鍵 或者是說 按這個時間軸 這個時間 速度的 這個按鈕 然後看你要調慢速 或者是快速 當然我們現在講 神格是慢速 調整是25% 預設 當然也可以自訂 按自訂的話 它就會跳出對話框 讓你知道 然後你是要正向 還是要倒轉 那時間長度 或者說要破紋 好 那 選擇這個之後 我們 主要的是在這邊 好 時間 這邊有個視頻之量 那要選取這個光流 它的那個運算 融合 才會比較順暢 那以真融合或正常來講的話 是效果比較差 還是會有斷斷續續 或者是錯銀 掉針的現象出現 那光流也一樣不會 但是比較柔順 但是它交錯的時候 比如說比較近景的物體 在移動的時候 它那個交錯的效果 還是比較不好 還是會有所謂的這個 融合的那個痕跡在 那 接下來我們就看一下 影片實際上播放的效果 然後這裡還要談到一點的是 那我們可以觀看一下這個 所謂1080p它原聲播放的效果 這個就沒有採取任何 那從今天我們可以 左手邊是沒有 那右手邊是拍1080的60p 再模擬成120p 那這個就是用正常的效果 並沒有用視頻質量 並沒有用光流的方法 下去播放 那再來就是我們 要特別注意的一點就是 視頻質量這個光流 理論上是 如果你原拍的幀數越高的話 我們就可以得出一個結論 它模擬運算的時候 它的光流效果 融合的就越好 那因為我這一段影片 所有的都是用超彩 4K或4T超彩 當然就會比它原本的 A6400有一個選項是這個 4K30 30幀 30格的 來做光流 效果會差一點 那 之前我有一段影片 就是有一支影片 就是全部都是用4K30p拍的 當然它的效果也不錯 那總結就是 這個方法是可以讓你省下不少錢 沒錯 可是也要注意取景 還有就是說 移動物體 如果快速的話 那你可能也要取捨 那譬如說把快門再調更高 或者換好一點的定焦鏡頭 所有會影響畫質的因素 尤其是進光量的因素 那都可以要考慮進去 好 那今天就結束到這邊 謝謝各位 記得訂閱喔 掰掰